她一个人进去的时候 肯定很害怕 还有我妈 一个人在外面 等了四个多小时 怎么熬的呀 她刚做完手术 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 主要是就是现在要先休息 然后休息以后呢 我们先观察 观察一下 主要是过了这个二十四小时以后 她就基本上是 脱离了这个 对不起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昨天晚上 医院不让进 那你睡哪儿了 行李呢 家里 你怎么会知道的 医生怎么说 手术挺顺利的 明天应该就能醒的 这一次算是彻底根治了 只要后期好好调养 就不会再复发了 那就好 你最近不是挺忙的吗 你这儿突然回来了 能醒吗 等爸出院了再说 那不行 你爸出院还且着呢 再说 他这儿都是老毛病了 不要紧的 我接个电话 喂 到医院了吗 嗯 怎么了 很严重吗 算是稳定下来了 但是还没醒 合身插满了瓜子 不告诉我肯定是他的意思 但是他没有想过 万一要是手术没成功 我可能连他最后一面都见不到了 不会的 他一定是知道没事了 才没告诉你啊 他一个人进去的时候 肯定很害怕 还有我妈 一个人在外面 等了四个多小时 怎么熬的呀 都怪我 给家里打了这么长时间的坐机 一直都没人间 我竟然一点察觉都没有 好 我就像个傻子一样 他们说什么我信什么 哭吧 哭完了就好了 可能就是怕你这样 才没告诉你的 别怪他 行 那先不说了 晚点联系 杨阳 本来是怕你担心 怕耽误你的工作 如果连你们都顾不上 那我再忙再累 还有什么意义 对不起 妈妈错了 妈妈没想到 反而会让你更 我也向您道个歉 我不该总是报喜不报忧 每次 你们打电话给我 问我在干吗 我明明在加班吃泡面 非说是在跟朋友聚餐 明明已经病到起不来床了 非说是公司在开会 接不了电话 我答应你们 我以后再也不骗你们了 但你要答应我 以后再也别骗我了 行吗 行 妈妈答应了 我们再也不骗你 我们再也不骗你 我们都不骗你 我们再也不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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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